6月16日 电影《攀登者》于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在上海举办《登峰时刻》发布会 吴京 张子怡 张义 胡歌等影片主演 以及攀登英雄桑朱夏博宇恋三现场 戏里戏外两代攀登者同台传承《攀登精神》 据介绍 这是中国国产商业片中首次真实还原珠峰原貌 电影《攀登者》的编剧阿莱透露 影片的故事由真实史实改编 创作过程中搜集了大量中国登山队的史料图片与文献 严格遵循史料记载《知识在线》这段历史传奇 被受关注的是 电影《攀登者》汇集了中国顶尖实力派演员加盟出演 吴京 张子怡等一众主演 都在华语音史上塑造过一系列经典角色 为了演好《攀登者》中的角色 吴京在年初曾前往青海港石塔雪峰体验生活 最终因为感冒和严重的高原反应 没能登顶成功 通过这次体验生活 也让吴京切实地感受到了攀登者的艰辛 作为电影演员嘛 或者作为演员就应该要起码的体验生活 我就去了青海的港石港 那个时候正好感染我感冒去的 也是青海最冷的时候 1月3号刚到那边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直接被我们的登山队给全退了 休息两天之后呢 我觉得不太过瘾 还是应该再去上去一下 看看能不能冲顶 到最后还是没有冲顶成功 这趟体验生活让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的攀登者 真的是艰苦卓绝 高山扬之 张子怡在发布会上坦言 能够出演攀登者是自己莫大的荣誉 我觉得对于我们演员来说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除了它是一部这么宏大的作品以外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体会到就是 也许你一辈子没有爬到过珠峰的山顶 但是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 这座山不一定是那么高 但永远你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曾在2005年攀登过西藏起自风的胡歌感慨 通过参演攀登者 自己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在05年的时候 有去西藏登过起自风 当时是登上的6206米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当时我的收获是非常多的 这次又回到了登山的队伍 扮演了登山队的一员 我觉得我对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 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不能说登顶就是人类征服的自然 而是自然接受人 我们能够征服的只有我们自己 据悉电影攀登者 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将于9月30日在中国供应 以上前列请іє不吝点赞 我可以留下来 我们买会 我可以留下来 你又可以留下来 这个季节互 这个季节互 我可以留下来